哈喽大家好我是Sovia 今天这视频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爱用品的分享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主要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17年度 整个一年中我觉得我发现我这年度比较喜欢用的一些产品 那从各个方面比如说从洗脸护肤还有卸妆啊 就每个方面我都挑选出来一款我认为这年度我觉得用的最好的 然后来跟大家来分享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环节咯 你知道吗我今天在录今天视频的时候我是先去剪了一个头发 然后这个是我剪好的样子这是我自己剪的 因为我头发太长了我又没有时间就一直去找合适的理发店 所以说我这回回来我就自己剪了一下 好了不说废话了首先我们从清洁开始来讲 那第一个就是我近年度我觉得我认为最好用的卸妆油 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我去日本的时候暑假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款 然后呢这一个oil呢它是treatment oil 就是它不光可以卸妆而且有一定的护肤还有清洁的一个功效 然后这个卸妆油是我用过就是比Origins还要更加清爽的一款卸妆油 它的卸妆效果呢也是非常干净 那也不会给皮肤特别油油腻腻就是洗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卸妆膏卸的也很干净 但是从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喜好来讲吧 我还是更加倾向于用卸妆油的 因为它更加的方便快捷 然后也洗得非常干净 对就是这一款哦 卸妆完就是我们的清洁工作 那洗面奶也是非常重要 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洗面奶呢 是之前在视频中我完全没有分享过的 就是Alta MD他们家的这一个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对啊这个中文名字好长 它的这个是for sensitive skin的 然后呢它有ph balance 就是说它的这个酸碱性是非常中和的 所以说对皮肤的伤害是最低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oil free 那这个就不会担心就是说 会太干或者太overwhelm的感觉 让你皮肤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作用 对那这个呢是对于敏感肌肤 普通肌肤就任何肌肤都非常非常使用的 呃之前我用的洗面奶是那个Lamere的那一款洗面奶 当然它很好用 但是第一它非常贵 然后通过从性价比 还有它使用感觉以后 我呃衡量了觉得还是这一款 让我觉得选为本年度我最喜欢用的一款洗面奶 那这款洗面奶还有就是它的泡沫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不管你是用手去起泡 还是说是用那个起泡网 因为就是寒假回国的时候 我把我之前的洗面刷给弄丢 所以前段时间我又去新买了一个这个Nano的这个紫色的洗面刷 好像是抗老化很功能的 我觉得其实都大同小异就买到一个就好了 那不管你是用这个刷子还是普通 你就是用手来起泡的话 它的起泡的那个起泡的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有的时候我懒嘛 我就直接把它挤在手上 然后揉搓在脸上以后 它就遇到空气以后呢 遇到氧气以后它就慢慢的起非常非常丰富的气泡 然后你轻轻的按摩你的黑头躯 还有你额头以及两颊 这些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 还有脖子地方也一定要照不到 那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足的 而且洗完以后不会感觉到任何干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 对所以说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推荐他们使用 而且从性价比来说它真的非常便宜 这是我本年度最喜欢的洗面奶产品 因为我是属于干性皮肤 然后我之前段时间我有去做那个超声刀 大家知道超声刀什么 Oh Serapy 它不是它不开刀 它叫超声刀 但它只是一种护肤 或者说只是一种护肤的一个科技吧 对 然后我前段时间有做完超声刀以后 皮肤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干 对于我来说我又是属于是干性皮肤 混合片干性皮肤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补水和保湿工作 那从补水保湿来说 这个是我万年已经说过无数遍的就是SK2的这一个神仙水 爱它的人就非常喜欢它 那不喜欢它的人真的就很 就觉得它这个产品很鸡肋 尤其它的味道不好闻 而且还很贵 那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 我高三开始就用SK2这一个神仙水了 用的现在也是长期就没有变过的神仙水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就不会去换其他产品错的 然后我皮肤慢慢已经适应了这个护肤水给我脸部带来的这种功效了 维持我肌体平衡 还有维持我皮肤基本平衡状态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就是味道确实有点不好闻 但是我觉得我这四五年用完它以后 我觉得其实我对它的味道已经免疫 没有任何感觉它的味道不好闻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 其实我这一瓶都已经又快用完了 这个因为经常说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那说完这些以后就是要说一些mask 还有一些cream 就是我之前我一直在用于保湿 还有清洁功效的一些 就主要治疗我痘痘皮肤 还有治疗我这个补水 就缺水比较严重的这个皮肤 两个方面来说我选出来比较好用的产品 第一个是清洁类的面膜 五六月份把它翻出来以后又赶紧用 但是还没有用完 就马上就快用完了 这个是那个大葡萄他们家的这一个mask 是一个泥状的一个面膜 然后它呢是这种粉色的 对你看大家看 从这看可以看出来是这种粉色的一个固体的状态 是一个泥状的面膜 这个面膜是属于清洁性的面膜 它可以帮助你吸收油脂 就是就比如你平时清洁完皮肤以后 你认为你皮肤已经干净了 但其实脸部还是会有出油的情况 夜间尤其是一定要用就是这样 这类的清洁面膜 它现在涂在脸上大概三到四分钟 就已经成型 或者是已经就是慢慢的已经变干了 那在它慢慢变干的过程中呢 它就会慢慢的把你脸部多余的油脂 吸收在这个表面上 然后你就可以在洗的时候看到 其实你脸部很多很多的油脂成分 就被这个泥状的面膜给吸收了 然后你在洗掉它以后呢 你的脸部会比之前 会更加感觉到清爽 面油太多导致焖痘啊 这种情况会很好的改善掉 然后这一个产品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 然后才刚刚快把它用完 所以说它真的可以用很久 然后每次就挤大概三到四颗黄豆大小 然后涂在脸 那下一款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平时用于保湿补水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呢是我用了有大概 我想想应该是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这个是我年中毕 年中毕季八折的时候 就是的时候我当时买的这一个 Chanel他们家的这一个山茶花的 Hydrate 应该是山茶花的吧 Hydrate Beauty Cream 它是一个Rage Cream 我选的是这个Rage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用平常用于保湿的一个保湿的面霜 对 第一它味道非常好闻 Chanel我喜欢他们家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所有不光是彩妆品 还是什么品 它所有护肤品线彩妆品线 它们的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好闻 因为我选的就是补水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它没有其他多余的功效 它就是对于你脸部有一个很稳定 不会让你脸部变干 然后保湿的一个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补水的一个面霜 就是我一般是晚上用的会多一点 对 这个用完以后每天早晨起来 我就觉得就脸部是就是很保湿的那种感觉 是饱满的那种感觉 并不像之前我用很多的面霜早晨起来 你会有的面霜我之前用完早晨起来 就摸起来就是油油的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觉得第二天早晨起来 诶 怎么觉得脸部并没有那种特别特别滋润的感觉 那这一款是我每天早晨起来 会觉得脸部是非常滋润 就那种摸起来是感觉有水分在的那种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种心理作用 是真的它让我有这种感觉 可以来说我冬天是极度缺水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rich 就cream rich 浓厚保湿的这一个 然后它是有一个cream 然后还有一个rich cream 那我选的是这个rich cream 大家可以如果觉得 害怕它会特别的保湿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 breached 就是没有rich 这个选项的那一个cream 也是同 其实我觉得它功效应该 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 对 好那说完我平时的一些护肤 我用到的一些product之外呢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这一款 这个是之前有分享过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这个是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每天都会戴隐形眼镜的话 一定要注意眼睛的清洁工作 那每天一定要进行一个洗眼的工作 不然你眼睛里面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细菌 然后如果隐形眼镜洗不干净 然后再戴在眼睛上 对眼睛的伤害 还有眼角膜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注重一下眼部的一个 一个护理的工作 那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用 这个应该我数不清 我买过第几瓶他们家的这一个粉色妆的 这个粉色妆是属于中间层 稍微再偏清凉一个一阶的洗眼液 对 他们家是小林知道他们家是分的很多个level 这个清洁能力或者说冰凉程度的 那我觉得而且它是有抗疲劳的功效 所以说很推荐给大家使用 下一个产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除了我平常会注重到保湿护肤以外 其他一个我认为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脸部的一个 提升的一个工作 我其实觉得女生到了21 22 就要慢慢注意到你眼角的地方 还有你脸部这个有没有下垂的情况 那我就一直有在尝试香提卡 他们家的bio lifting mask 然后它呢是通过一些生物科技 然后让你的脸部呢有一个提升的转况 它功效其实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明显的 我觉得任何产品都不会有那种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效果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我有做超声刀 我也有一个原因是我想把我脸部就是旁边这个硬而肥给去除掉 那我又不想就是打针啊就是开刀什么 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这辈子我都不会想那种事情 所以我就去有尝试这个超声刀 你看其实我脸部真的现在 如果对比我之前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我脸部这个硬而肥的状况是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 就显得脸部就小了很多对不对 然后除了你要做这个 不是说你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医美 你就觉得你脸部已经完全OK了 其实你是要维持它的一个状况的 而且一定要保 而且一定要保证你的皮肤每天呢是非常有energy 除了你自己要知道要日常的一个注意自己的饮食 还有你的休息状态以外呢 最重要还是要用一些产品来帮助你的皮肤 做一个修复还有一个提升还有保持的一个工作 超声刀它其实是有两年的一个维持时间 但是我希望它可以更久 就慢慢你就保持的很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就选用了这样的一款香提卡的这个Bio Lifting Mask 两到三天用一次或者一个星期用一次这样子 所以它用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快 其实他们有人说就这种产品 可能是大概30多岁左右的人用会更加的合适一点 对于我长出这些产品 我要把它清洁掉 我更偏向于我在更早的时候把它就护理起来 让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比如说细纹或者说松弛这种情况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的就是 我要提前把它做好 就好比你生病一样 我们是等我们得了病去治疗 还是在我们没得病 就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 我们更要维持出自己健康的一个状态 我比较倾向于后者 那护肤其实正常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同样的 对不会 如果你要想有像这种 就是你想要快速去除婴儿肥 或者说想让瘦脸 你还是去做易眉比较好 但如果你想维持 还有保持你皮肤的一个紧致状况的话 我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就是伤体卡他们家的这一个bio lifting mask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对 好说的有点多有点口渴 好那我们下面进入到的年度我最喜欢的 或者是我挑选出来我最喜爱的彩妆品的一个环节 那首先我们先从prime就是从基础的一些工作 然后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比如说上色的一个工作 嗯好怪啊感觉好像在染染色一样 好那第一个首先我们在出门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工作 跟我刚才跟大家推荐的那个洗面呢 也是一个牌子的 这一个ELTA MD他们家的这一个 VA Clear Broad Spectrum SPF46的一个防晒霜 那它的SPF46对于大部分在LA或者说大部分在美国的同学 我觉得是已经完全完全足够 那收完防晒霜呢下一个就是primer 还有妆前打底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一直用的 Too Faced他们家3in1的这一个setting spray 它可以当一个refresh的一个喷雾 它也可以当一个primer 而且呢它可以当一个setting的一个pray 我一般是把它当成一个refresh 还有就是primer来用的对 这个呢就是它是有一个coconut在锦里面 所以它你闻到它的味道呢是一种非常浓郁的一个椰子的味道 我个人觉得就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形成一个保护膜 这样的话你可以不用就是减少你彩妆对于皮肤的一个侵害 那它又是一个可以当护肤的一个水 不化妆的话你光喷它 其实你是不需要卸妆 因为它可以当做是一个护肤品来用的 所以它是我第一次用到就是说在primer之前 还要有一个这样的保护皮肤的一个产品 好那下一个就是说到的是primer primer我真的就不多说了 就是这个stila的这一三色的这一个primer 大家又称为是俗称鸟屎primer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哦 今年本年度我用的次数最多 而且不脱妆的粉底液 我终于我真的这个产品我选了非常久 就是foundation我真的太多了 那每一个foundation都有它各自的一个功效 还有它的一个好处和缺点 又缺点都有 就每个产品都非常非常不错 但是我必须要选出来 就今年我最喜欢的一款 那首先我考虑到我用的次数 次数来说我今年用的次数最多的 真的是ysl的这一款 还有我为什么选它的原因是 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就很多人说它可能会脱妆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setting做的好的话 这款产品我没有感觉夏天会让我脱妆 我夏天回国 回国是非常热的 其实北方也很热了夏天 那我用它真的 我setting做到很好的话 真的是不会脱妆 而且它没有让我那种不透气的感觉 就整个来说我妆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我男朋友这么不懂 我这些foundation用的是什么东西 但我每次如果出去的时候 我用这个foundation以后 它会夸我皮肤特别特别的棒 就是它并不知道我用的什么产品 或者说我到底用没用 就直男 但是它就会夸我说 皮肤 你今天皮肤真的很棒 而且感觉你脸部很有气色 也白白的那种 所以真的就是用这一个ysl的 这个丝绒粉底液 真的非常非常棒 有男朋友可以赶紧去尝试一下 真的非常好用 ysl它们家是比较注重轻薄自然的一个妆感的 就如果你想要一种高遮瑕度的产品的话 那ysl的foundation其实不太是你们的选择 以及它其实我脸上其实是有一些小雀斑的 但它就是遮掉我雀斑 还是可以很好的遮盖住的 如果说从完全的喜爱度来讲 我真的太多的foundation 我有的我都特别喜欢 但是从实用度性价比 以及它的一个效果 以及各方面来说 我今天选择ysl的这一款 非常非常棒的一款 那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呢 是一个修容棒 那这个也是在之前视频中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NYX 非常非常便宜 好像只要七八美元 我在Alta他们官方网站上 买到的这一个遮瑕棒 一个stick 一边是这样的一个棕黄色的 然后另一边呢 是这样的一个香槟 应该算是香槟的一个提亮的高光 它属于是这种非常滋润的膏体 不会就是说你涂在脸上以后 诶我涂不开 它是不是就在这缩成一团 然后就觉得妆感很脏 其实大家其实看今天 今天我是用它来做我脸部 以及下巴的一个修容的 是完全只用了这一个膏体 然后我今天鼻子的一个修容呢 也用的是它 就是说我所有的修容 今天用到的都是NYX的 我个人感觉 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自然的 那大家看其实我脸上 没有说是一坨在这很脏的 然后在鼻头处呢 今天在这个鼻梁的地方呢 我也用到 还有这个下巴的地方 我都有用到他们家的 这一个高光棒 修容 修容颜色真的是很自然的 一个修容的颜色 然后再来看高光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看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点 高光的颜色是不是 它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 细微很自然的 一种感觉 就可以看到这种隐隐泛光 但它又不是那种 特别明显的一个高光 也是我用了很久很久很久的 大概这一大 就这么一年中 我真的用它比 要用其他修容的产品 要多的多的多 非常非常棒 那下面一个要说的就是 眉笔咯 我今年一年大部分时间用的 都是colourpop的这一款眉笔 这款眉笔 可以堪称是我用完以后 就不想再用其他产品 真的 这个眉笔我已经喜欢到不行了 没有任何眉笔 在我心里能感得上它的感觉了 大家看就是它非常非常流畅 而且颜色呢 就是跟我的发色也是比较相近 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色号 根据你的发色来选择 或者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择 但是 第一是它的笔头非常的细小 所以说对于画这个眉峰啊 还有眉头的地方 都是非常方便的 它的颜色呢也是那种 不是特别rich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轻轻的 一点一点的描 一点一点的描 来做出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 眉色的一个工作 对 现在好热好热 看我都已经穿上短袖了 这个又是一个遮瑕膏 像我平时 那大不了 就是像我平时免不了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会熬夜 那我一熬夜呢 我的黑眼圈就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是我 这款是我之前忘了看哪个美妆博主 有推荐过 就是L'Oreal他们家的这个 非常轻薄的一个遮瑕膏 对它是有这样 我比较喜欢这种刷子 刷子质地的这种遮瑕膏 那这样你就可以轻轻的涂在你眼下的地方 嗯 所有遮瑕膏我用完呢 它的质地呢都是比较厚重的 那这一款呢 是我唯一一款认为就是非常 非常你看 非常顺滑 就是非常保湿 就没有那么那么那么厚重 但它的遮瑕度又非常够的一款 大家看得棒 那它的推开能力呢也是非常容易推开 以及它的一个遮瑕效果 大家看 这个跟这边其实你能看到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对不对 对于平时就对于干皮肤来说 你可以放心的用它放在你的眼下 不会有任何卡粉的现象 好那下面最后一个要说的 也就是我真的很久就是想了很久 不知道要跟大家怎么来分享这一款 就是怎么来选出一款我本年度最喜欢的眼影 我有的其实很难分是因为我喜欢这个盘上的一个颜色 我喜欢那个盘上的一个颜色 那我怎么能把这些全都拿着 所以说是比较难去讲我这个年度的一个 喜欢的一个眼影盘的 但是呢我可以逐个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年度喜欢的一个眼影的一个色 或者说适合我们日常出门的一些眼影的一个颜色 然后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colourpop他们家的这个就是 pressed powder 那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虽然这些很好看 我要跟大家主用分享的就是这个 这一个黄色真的是我个人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 它的颜色真的好像那种黄桃 又好像那种芒果的颜色 大家看到吗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黄色 它可以做提亮 它可以搭配任何颜色的粉底 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比较流行像那种 沙漠盘 就是粉色的盘 或者是那种大地色系的盘 那这款黄色你是可以完全跟 这种色系来进行一个混搭的 真的一想到眼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款黄色的眼影 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是 这一个人鱼粉色 人鱼肌的这一个粉色 你如果直观的来看它是一个粉色 但是从不同的灯光来看呢 它是泛这种黄色金色的 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整 就刚才我说那款黄色很搭粉色 那这款其实就把黄色的一个亮晶晶 和粉色的一个粉呢 结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了这样人鱼肌的一个 非常美的一个颜色 Dating呀 或者说平时有很重要的event的话 它这个颜色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实用 好看的一个颜色 然后下面一个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Colourpop他们家的这个之前经典色系的一个名字 叫Desert这个颜色 对沙漠这个颜色 然后它呢是一个丝状的 它不是那个metality的 它是一个setting 就是丝滑质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粉底的 然后你摸它的质地是那种非常非常松软的质地 那这款Desert呢 我会把它来作为平时大地色系 大家看其实我也用了挺多的了 就是大地色系的时候涂在眼部进行一个加深的 就是放大眼睛 让眼睛更加加深的一个 非常显色的一个质地 大家看 非常非常显色 而这个产品我觉得可以用作高光 做修容 其实都是完全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它很容易推开 大家看它真的很容易推开 而且不会有任何卡粉的现象 那如果大家非要想听 比如说我个人来说 很推荐大家尝试的一些眼影盘的话 我可以给跟大家推荐 这个Vice Art他们家的这一款 六公格的眼影盘 但是因为考虑到我其实没有用它 用过多少次的话 所以说我不能把它当作稳年度的一个喜爱品 因为毕竟我用它次数不多 我觉得这样就不真实了 对它的粉质 不论从粉质 上色度 显色度来说 都是一级棒的一款产品 而且它的质感是非常糯的 涂开 蕴染度也是非常好的一款 那也不会经常就是掉的就脱妆了 不明显 其实真的完全完全都很不错的一款产品 但真的我没办法把它当作我年度的爱用品 是因为我用它的次数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etting powder以及腮红 腮红要跟大家分享这款 我可能说是我这年度用的最多 虽然说 我觉得我平时化妆真的很少去化腮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腮红画出来 感觉脸部就是红红红的感觉 但是呢本年度我用的最多 或者说颜色跟我皮肤最搭的一个呢 就是tarte他们家的这一款腮红 然后呢我选的是这一个 因为他们家的质地呢都是amazon clay 就是那种亚马逊泥质做成的 所以说它的粉质呢是不会担心说是堵塞你的毛孔 或者说对你皮肤产生不好的影响 都是非常organic的成分 那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setting powder setting powder其实之前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想 我肯定推荐的是那款RCMA加的setting powd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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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年度最喜欢的setting powder 就是这一款 makeup forever的setting powder 大家不要看我放在盒子里面没有用它 其实我用过无数次了 只是我为什么要留盒子 我是觉得它比较好让我去收纳一些 那我着重来说一下 为什么我选择makeup forever的这个setting powder 而不是RCMA加的吧 是这样子的 RCMA加它是no color setting powder对吧 涂在脸上没有任何就感觉不出来你有做setting powder 但是呢 就每次我用完RCMA以后 你脸上就完全看不到有定妆的痕迹 其实很不错的对不对 想起来完全看不到定妆的痕迹 但是其实它定妆的持久度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逊色一点的 那我每次用完这个makeup forever的这一款 它同样也是没有任何颜色透明translute 这个感觉的 它涂在脸上同样也是没有任何颜色 不会有任何卡粉或者说让你觉得有定妆的效果 但每次你做完以后 你会觉得你脸部非常非常的清爽 你手如果摸脸部的话 你会摸到一种非常顺滑丝滑的感觉 但我用完RCMA的话呢 脸上就感觉不出来任何的感觉吧 那做完这个就真的觉得你有在定妆 然后摸起来脸部是非常丝滑滑润的感觉 很干爽的感觉 就让你觉得尤其是在夏天来说 用它来说就觉得非常的干爽 不会感觉好出油 或者说我化完妆以后会不会感觉脸部油油的效果 都是没有的 而且它是这种 因为它比较干爽 所以说脸部的一个妆感 就是一种磨砂的一种比较雾面的感觉 但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喜欢雾面的这种效果的 那以上就是这些就是我这几天想好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一年中比较喜欢用的一些彩妆品 那以及我平时会用到香水嘛 香水的话我用到就是这一个蜂蜜油桃的 足马龙的蜂蜜油桃的这个香水 我现在我都是 这个我已经用完用的第二瓶了 第二瓶已经用了这么一点点了 我第一瓶已经完全用完了 这款是我觉得春夏秋冬都非常适合的 非常清新甜美的一种油桃味的感觉 对虽然说它流香时间比较短 但是我觉得你平时在身上也非常方便 就偶尔喷两下 也不会有那种特别浓郁的感觉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刷子的一个护理液 这一个Brush Cleaner我是在Daiso买的 就是这个产品真的很少碰到 我只要在Daiso一看到 我就把它囤四到五瓶 因为Daiso不是经常会浸这一款 但是它一浸会浸一大量 它一浸一大量呢 它就会完就立马就会sold out 非常非常的迅速 那这款大家如果看到包装 将来如果你有在逛Daiso的话 相信我赶紧把它买回来 它的清洁刷子 还有清洁彩妆蛋的效果 真的比任何贵一点的那种刷子清理液都要干净 而且它只要1.5美元 在美国只要1.5美元 无色无香料 没有任何伤害对刷子 它就完全的干净了 真的完全算是perfect的一个产品 而且这么便宜 没有原因不去买它 对不对 那以上呢 就是我最近总结出来本年度我最喜欢的产品了 对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次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 然后呢 如果没有订阅我微博 YouTube 还有bilibili的呢 可以在下方找到链接 然后来订阅一下 那我微博的联系方式 还有Instagram 大家也可以 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哦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咯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爱你们哦 然后祝你们健康快乐幸福每一天 拜拜